中元节即将来临 三重仙色宫特别在日前 举办了中元普渡扬帆仪式 进行传统的树灯高 希望周颖十分好兄弟 请来接受普渡 为一连五天的中元普渡法会 揭开序幕 三重区的仙色宫 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之一 每年中元普渡都会遵循传统 在举办法会之前 进行传统的树灯高 周颖好兄弟来接受普渡 每一年中元普渡 我们仙色宫都会举行 五天的超度法会 那今天是扬帆 就是我们把这个灯高 扬上去以后 招告所有的境内的 无私的孤魂 跟他们讲说 我们有五天的法会 从7月11号到15号 那请他们来听经文法 由于受限于场地的关系 要在都会区看到 传统的树灯高仪式 不是那么容易 三重区长刘来通 特别到场参加 也祈求国泰民安 非常感谢先色宫 在李乾隆董事长 还有所有的委员 他们共同的努力之下 他们每年都会办这样子的 一个普渡的活动 为了我们三重地区的平安 他们会来做这样子的一个 祈福普渡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先色宫特别在 在庙城中央高升杨帆 树灯高三副 指引好兄弟前来听经文法 一连五天的法会 举行完毕之后 会在淡水河畔 释放一万盏的水灯 记者沈志勇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